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抱大香港主义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主持 黄洋达 黄毓文 Christine 譚仔 汤姆 早晨 大香港早晨 热血时报和MyRadio联播的早晨节目 今天是1月7日 今天有汤姆 淡仔 有湘杰 还有我Christine 为什么会没有了黄洋达呢 如果大家有听昨晚的热血政治 就是刚才那时已经播出了 是因为他去完老周那地方做健身 所以是崩溃了 即是他的受压力有问题 所以我不要叫他做运动 其实我觉得很危险 老实说 大亨去老周的新档口去做健身 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效果 但他去一次 整天都被你服完 会不会吓人 不知道 你又去试试看 这些东西我不敢评论 你不敢评论 没错 在做节目和做运动之间 他会怎样取捨 我们就看看今晚的热血政治 今天有什么要讲呢 当然是讲一下 大家都在讲 其实又不是大家都在讲 只不过是我们会留意 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在讲 在讲的是什么 就是民情报告 就是民情报告 昨晚的热血政治也有提过 今天主要都是回覆一些 follow up 还有讲一下補充一下 这样的状况 其实今天 以我们手头上有的报纸的资料 看回头版 其实只有五份是有关于民情报告的 就是做头条的 其中两份都是左部来的 不是 应该是两份还是三份 我不知道明报算不算 那就是文汇 周永康同学 文汇报和大公报 这两份就不用说了 就一定是保护政府的说法 其他就是都市日报 明报 还有苹果 其实坊间都不是特别关心的事情 暂时 是的 那我们若略都 但我们什么都要说 说一说 因为我们的政治节目 你又不说 那若略说一说 那几份的报章 大致上他们是怎么说 那些说法 那汤姆你想说哪一份呢 我读下一个题 如果都市日报就是 文情报告被结语 按人大落实普选 是港人共同愿望 另外一个就是明报 就是这个文情报告 然后没有好 就是说 依人大推普选市民 括弧同愿 这样的说法 再来就是苹果的题 就是文情报告 831决定是全民愿望 基本上全部都是针着他 这一句说话 就是那个结语 那个文情报告的结语 那里去落密 就是那个市民事共同愿望 就是湘杰都可以出出那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 当时那个报告上面 他那个exact writing 是的 按给大家看 那他那里呢 最后第四章的结语 4.01这部分呢 他是这样写的 他就说 严格按照基本法 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解释和决定 让香港如期依法 落实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 是中央特区政府 和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 这亦是本届特区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标 那他当中最惹争议就是 那个无端端 香港市民的共同愿望 那你无端端就屈了 变成全香港人都是这样 那有些说法就说 你应该说部分香港市民才对 但是 其实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是因为 今次余山革命 输了 说到尾就是因为输了 因为 喂 今次输了 所以他就这样写 如果大家还在街上的时候 你就算他 虽然他没有什么实质的 让步也好 起码他都不够僵 在文情报告上面 这么串嘴跟你说 香港市民的 愿望就是这样的了 现在呢 他就代表了大家的意见了 那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 因为街上没有人而已 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还在街上 你还继续在反对 你还在街上有一些举动的时候 他就无法代表你的了 因为你在街上展示你的诉求 你展示给全世界的人看 你的诉求是什么 但是当你不在表态的时候 而在现在 根本你又没有任何渠道 你可以表达到自己的意见 你没有可能向政府表达你的意见 你也没有可以 有一个地方可以 宣示到你的意见 这样的时候 他就代表了你 所以他就代表了你 表达意见 我们也讲过 香港现在的状况 就是 就是看你说什么意见 不是说在Facebook 出个post的表达意见 不是在Facebook 换个头像的表达意见 而是真的可以出到 他觉得有影响力 那种 其实现在有些意见是比较抽象 没有那么明确 比如你那些刘江华的火烧 即刘江华致焚 刘江华致焚 刘江华致焚 是一个表达意见 虽然他是抽象 其实你不是很清楚 那就是不是表达意见 你不清楚 你可以勉强说图案是一个表达意见 在淘湾你就明确了 但你可以带你一个抗争的行为 一个抗争的行为 牛君华致焚这些就是 即是 即是 即是你 即是你说真的 你看回民情报告 你一般在坊间的回响来说 是 是 没什么人对他有期望 其实和某些人 你不说 他根本不记得了 他曾经承诺过 他会做这件事 但是你想回按一个常理来推论 你如果一个社会里面 发生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事件 你都一定会有一个报告的 并不是一些他承诺了 我现在承诺了 我对现我的承诺要去做的事 其实大家 你看回民情报告最好笑的是 他的名字是 他这份报告是提交给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即是港澳办 他的名字是 近期香港社会及政治情况的报告 但我觉得最搞事的是 他说里面的资料是公开搜集回来的 但并没有经过核实 他特意在里面写出来 在上面写着1.14的部分 本报告是公开资料的汇集 当局并无进行独立的调查 核实资料的准确性 跟你说里面的资料其实不准确 后面就说 就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 所衍生或招致的任何法律责任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均不负责 即是如果这么说 我去的那份东西是有可能 令到被人告你诽谤的 即是他的意思是这样 即是他不负责任 我也是够做的 你不要这么认责 即是大家都是资料 即是你一个政府 他已经写了明跟你说是资料 出一份报告可以 说明给你听 他的内容是没有经核实的 但他可以认出来 政府跟你说他是不负责任的 即是他可以 而且最搞笑的是 他说他的内容是没有经核实 你是可以这样的 即是你做事是 即是你不清楚那个情况是否真的时候 你是可以去印出来 然后去当是一份官方的文件去递交 即是你不应该是容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即是现在摆到明就是 就是连做的样子都懶了 还要写到明跟你说 我就是 隨便够讲 整份东西都是够讲的 有什么事呢 我说不保证他准确的 你连那些资料的准确性 你都不肯定的时候 那你随便作些东西都可以 他也是 纯粹是公开资料的汇集 那你汇集回来的资料 你最起码都要确认他是不是真的 你没理由汇集回来的资料是错的 那些蓝丝带作出来的改图 然后突然有示威者 用激光剑在外面斬车 你放进去 那些都是公开资料的汇集 你可不可以这样放进去 不行的 你去搜查一些资料 你起码肯定要保持他的资料的准确性 你应该尽可能确保他的资料是对的 又记得文情报告的所谓出现 就是学联的代表 跟所谓政改三五人组 再加两个隐形人 去所谓一个对话 跟着就出现这个 所以说当时林郑就在那个会议里说 会搞这个文情报告 就给港澳办反映这个民意 在雨傘革命期间 那他们不叫雨傘革命 那他们就占领事件 中性一点的说法 喂 还有多样东西 多方平台 你都不记得多方平台 成立多方平台 但给你们有个forum 跟你们谈谈谈 其实 现在多方平台 不知道在哪里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 也不知道需不需要出现 但那状况是 你这个文情报告已经这么交流了 你的多方平台是怎样 会是一个打麻将联谊会的地方 这些东西其实大家都很期待 你记不过那时候戴耀廷 他不是说过 结束了雨傘革命之后 他不是说过 当初他是穿针引线 希望用这个作为一个退场机制 你换嘴回来的退场机制 就是一批这样的东西 你真是求人得人 他之前也在说戴耀廷 我对这个文情报告其实是没有期望的 那你又要 不是啊 他说得很老实 你退场机制最重要是什么 退场而已 过了海就神仙了 退了场 你觉得那个所谓的藉口是什么 总之当时当刻有个藉口 退了场了 接着就过海神仙 究竟是否真的有实质作用 那当然没有实质作用 你不会 你好像哪个罗范昭芬都说 他说你都是肯定这个文情报告 是不能会对中央有任何决定的 我听听罗范怎么说 文情报告从来都不可能是改变831的决定的 那我想大家都应该是这个事实呢 是非常清晰的 那文情报告当时也都是说 是再补充回 就是8月31日之后 香港所发生的种种事件 那所以从那个角度看呢 我想文情报告是 是达到这个效果的 亦都是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 和长进 是记录了香港发生事 我觉得对于将来的历史学者 看回这份报告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资料 对 都说得很清楚给你听 还有现在譬如 那些人出来说文情报告 扭曲民意 强奸民意 那你预计了的 你不是觉得他会很平实 就是很平实 追你的意见 很有感情 这样写下去 不会的嘛 你预计了他这样写 你不会对他是有期望的 绝对不会持平的 历史由勝利者剃造 现在这个雨散革命 现在他不是写给你看他的历史是怎样的吗 香港人就是失败者 香港港共政权 中共就是勝利者 就由他们去剃造 所以罗范他当然是中共之一的人 然后罗范就跟你说 这份东西你将来做一个历史记录的 都很有帮助 但是政府又跟你说 里面的资料的准确性 是不保证的 但是那个不准确的资料 他又可以拿来做未来的历史记录 很明显那个历史就是被他修改了 而当中 都提一提 虽然昨晚也说了很多 当中也有很多资料是miss了 譬如 当中10月17号 打回旺角 北行线那边 那些地方 你看到中间是 诶?少了几天 突然之间 10月16号 那一段 之后一跳 2.26就是10月16号 那一段 2.27就是 一跳就跳到10月20号 那一段 你看到中间就会少一些日数 那些时间又不见了 有很多东西都是miss了 就算他还有一段 他不是说回龙和道 那七个暗角事件 他那个wording 是不是? 他那个wording 就是写着 行动中有警员被指涉嫌 对示威人士使用不当武力 警方成立专责特别调查队 调查事件 他这件事其实那七个黑警 已经是被捕了 是拘捕了 我现在不理你 有没有判到案 但是你连拘捕了 是已经发生了的事 你都不写进去 就是 你们不要再对这个文情报告 或者政府的期望 就是不 就是 你看回整个文情报告的形式 它是用一个 时序图 一个时间表 那你为什么要写呢? 就是好像《二血时报》出了一篇文 Dolly那也比他好 为什么要看他这个 又简陋又写得不详俊 你只是看Dolly的时序图 已经是赢了这个文情报告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弄个时序表出来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 这些的记录 我们知道一定会 删减了很多东西 无论是政府 还是坊间那些 就是会好像 吴文苑那些 诶? 无论的Wiki 那么特别的一些东西 跟我记忆之中的完全不同 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 现在就是 不单是做交组 政府做就一定的 而我们看明报告也引述 刘少佳也说到 占领议员 报告没实质意义 就是跟你说这个文情报告 没什么实质意义 只是走下程序而已 对港府来说 不是做总结或者分析的 避免麻烦的政治风波 接着还说 如果是政府内部的文情分析报告 一定会对客观和主观的政治状况 做一些分析 有更加具体的总结 也就是港道明跟你说 就是因为你的占领完了 其实它是按住来推 你看回它 现在出文情报告 今天又启动第二论政改资讯 就是告诉你 喂 就是告诉其他市民 在家里 不要出来 就是中立的市民 那些中间温和派 港珠 简单一点说 对 港珠 就是说给他们听 现在雨傘革命完了 文情报告都做完了 那我们要向前看了 现在要做第二轮政改资讯 但是鬼不知你那个资讯 都是沟沟流流 都是做show 但是现在连做show都不做 那就下轨都不下 不过这个我们留下一点 先说 现在这一节我们都是集中在这个 我见check room 很多人问 为什么又没有教主 Christine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教主就是 你叫我解释 为什么没有教主 因为今早 今早开麦前 我们三个 就知道了大坑 做不到 其实我们已经 用不同的形式 我们有 用一些比较科学的方式 用电话去传 WhatsApp 各样东西 用念力去呼唤教主 不如这样吧 你们想教主做节目 你们跟我说没用 你们应该对准政权 你们应该对准那个人物 政权 就是学一些左交 搞清楚对象 对 学一些左交套用的套笼 就是你们应该找他 你们问我没用 是不是 我也是一个 small potato 我怎么能够邀请教主 你自己是一个普通市民 不知道 不是就是了 你们应该对准对象 找一个对象 找一个政权 所以你们应该去查询教主 如果问他为什么 没有来做节目 就是你想呼吁人 是的 带着Facebook 这个我没有说 你们可以自己做一些 充满创意 要求教主做节目的方法 我们都很期待教主再次降临 带香港早晨 好 那我们先说一些正经的东西 是 那说回呢 那这个预算革命完了之后呢 政府就开始秋后算账了 那这两天 大家都会看到一些报道 今天有少少 昨天就会比较多 昨天苹果也做了一个头版 那就是 说到一些秋后算账 就说到呢 今天呢 警方呢 这两天 就拘捕了一群人 就打电话 跟他说叫他们协助调查 那就是说呢 明报就说到呢 就说呢 据悉警方呢 就移备首轮的拘捕名单 就有三十二人 那这个是明报说的 那他就包括了一群人 那就是和平佔中有几个 佔中三智 肥老丽 和邵教津 那叫韩联七个 那周永康十无辉 梁丽国 中耀华 罗冠聪 张秀妍 他叫韩文思潮 23个人是吗 32个的 23个人 他那个名单 他那个名单里面 就是有些人呢 就是没收到电话 就是佔中三智那些 就是没收到电话的 嗯 那有些就已经收到的 明白 那我现在先讲明报那个 那你可以再讲一下 有哪些人是已经拘捕了的 那韩文思潮呢 就说有四个 王之锋 黎文乐 周庭 和林顺軒 这个不是很清楚哪个 那立法会议员呢 就八个 你不清楚哪个 我那里有引述 叫做金钟大台咪手 林顺軒 哦 那这个人就是韩文思潮的 那我是不知道的 我不是在金钟 那不过不要紧 那还有立法会议员 八个 李卓人 梁家杰 范威 陈伟 叶河 梁国 雄陈志全 和教主都有的 那另外呢 还有政界三人 李永达 陈淑 蒙 蒙 绍达 还有其他五人 杨政言 曾俊英 这个不知是谁 譚德志 王阳达 陳雲 那现在明报出来的名单就是这样 但是当中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已经是 收到警察的电话 但是明报流出了这个名单 而当中就 就是有些 就是其实都是 算是 就是 可以预料得到 是合理的 你预计到这一批人 就被 会说被人抓的 反而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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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班就是 很多都是 自首的那些都有份 是不是 就是已经被人抓过一次的那些 就有份 那你继续吧 其实我们想说这些人 是 刚才阿淡仔数这么多的名字 尤其是留了一个的嘛 留了一个人 那个人很想知道 我都被人抓的 这样 是啊 其实这里最重要就是 其实这些抽后算账呢 为什么会抽后算账呢 因为就是跟你说 雨晨革命完了 之前已经跟你说了 完了就一定会抽后算账的啦 现在就抽后算账给你看 是吧 当中的名单这些人 就没联络完 但是 都没联络 都预了我 佔中三指的那些 还没收到电话 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他会不会收到 但是现在明报 流出了这个 叫做 疑驱报名单 那就是有一些 这样的人在 这样在 而 最有趣的是 这件事是什么呢 那就是 就是 枪杰出了一张图给大家看 那我昨天呢 这个新闻出了 其实大家都不奇怪 当然 这件事是 抽后算账很有问题 但是 最神奇的是什么呢 湘杰给大家看 那就是呢 村长的Facebook 他那里就这样写的 他说 今天 陆陆续续 亦有朋友 被警察 预约回巢檢控 不少人更是第一次有这遭遇 实在令我感到非常兴奋 回想起来 我第一次被预约回巢 是四年前曾荫权 宿米班快犯案 接着后面那些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这里写着 实在令我感到非常兴奋 接着一刻 在跟别人说 哇 原来大家被捕 是会令到他觉得兴奋 喂 这些人完全是瘋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 哇 经常说左膠就是有这个问题 不是说他们是左膠 你哪有可能被捕 会觉得兴奋 是在那里很开心 那接着就被人 射到他反皮 他也是有些左膠朋友 走出来 在那里跟别人说 他在那里怎么怎么 被捕 又是什么抗争的一部分 那接着他就改了少少的status 加回一个括号 在一个 实在令我感到非常兴奋 后面就加回一个括号 里面就是这样写的 就是用词不当 错了 越多人被控 抗争的饼就会越大 哇 就是大家被捕就做大个饼 勇于承担的人越多 公民抗命者越多 这条路将会更阔 将会有更多人加入行列 相反 无人被检控的民主运动 不受政权重视 才令人沮丧 所以这些人的思维很古怪 他真是智障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他唯一觉得饼会做大的方法就是被捕 是很有问题的 为什么一定要被捕饼才会做大 抗争的饼 他跟你说如果你没有被检控的民主运动 就不受政权重视 他的意思是没有牺牲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抗争会用饼来形容 这个也很古怪 你通常说做大个饼是一些利益 经济的事情 我觉得OK 他这个比喻 算了 都是侄而已 不批评他这些用词不当 就是说他路有问题 你想说的是有更多的人会参加抗争 那其实你说你没有被检控的民主运动 那为什么要批评一些没有被检控的民主运动 那你这些人呢 就是别人不是做你做的事情 或者你做不到别人做的事情 你就会拆回别人一刀 不是没有被检控 你怎么叫做没有 你不过我先说 没有被检控就不受政权重视 政权不重视刘光华会不会自焚吗 我不觉得是 就是你不可以 不可以将抗争的范围縮到这么小 而且不是就是你做的 他其实阿川俊这篇文整篇文 其实不是就是这样 喂喂我在这儿 我也有份 没错啦 抓我抓我 他就告诉别人 虽然我现在还没收到电话 但是他还要裂上 根本就是一个历历 一个历历 列举了自己四年前的宿米斑快饭 拿着一盒宿米 把真任权 然后每条控罪都列出来 又罰款了多少钱 好像方四有人不知道 然后最后还在裂上 这个马丁路德金 我们其实他说了很多次 我也不想重复那条 就是他说 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 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 这个是不是应该我说啊 大哥 你有什么资格裂马丁路德金 是不是应该我说啊 你忍受苦难的能力啊 就是你忍受阻交的能力是更加痛苦万分 不是就是 就是你不要笑大人家的口 你不要在那里亂 你有什么资格裂马丁路德金 你真的收皮了 你真的没有资格裂他了 不好意思 你整篇东西就告诉别人 我现在虽然没有在那个名单上 但其实我也有做过事啊 还有我想说 王村长 你真的不要一直这么稀皮笑脸 我之前也很想说你 你那天呢 11月30日 升级之前在大台上搞晚会 又在那里讲述马丁路德金的口号 就是你可以给一些创意 就是给一些心思 而且你真的不要再说他 你真的不是过皮 你全成一道稀皮笑脸的 然后你出来做 是笑着这样说 在那个这么刑重的时间 你仍然能够稀皮笑脸 为什么我要这么强调稀皮笑脸 就好像你之前 大家讲回来一点 歪歪歪 你占中那个预言 你不是戴着那个蓝色头部 在扮演被人打扮的 那时候 你们都是稀皮笑脸的 你由头到尾 你由始至终 你都是蜜忙初冲地 稀皮笑脸的 他对待抗争这回事 就是认为现在是被捕 你们还在说被捕 你们太欧了 他们抗争这回事就是个饼 可以令他冲击 他们就是着重在被捕这件事 下话 他还说希望呢 希望条路闊一点 有更加多人加入被捕的行列 就是神经 还有他说到 你热爱被捕 不自己被捕 最大问题是他在拆别人的不被捕 相反无人被检控的民主运动 就不受政权重视 令人嘴唢 喂 大哥 我们出来争取民主 不是为了争取被捕的嘛 大哥 你监狱很好吗 就是我们现在又不是生活不了 在监狱的生活 会比出面更好的 就是现在还不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我期望那个经济会崩溃 但是喂 大哥 没有人被检控的民主运动有什么问题 没有人被检控 我当然是希望打爆政府 然后不要被被捕 没人被检控的民主 就是所谓民主抗争 你就是胜利了 你胜利了 那你就没有人被检控 不等于没有人被检控 就不受政府 给不了压力他们 由一开始我们已经是说 不受伤不被捕 就是你们这些 这些秩序才还这么着弱 对于被捕 就是finally到我了 终于有我份了 就是finally 那些这样来的 就是证明这些人 其实从来都不打算是抗争的 你抗争是为了赢的嘛 不是 这个抗争 就是他都写得很明 抗争就是一个饼 就是为了很多人一起做运动 大家很多人一起出来做运动 那就身体很健康 都发神经的 不是 其实被捕或者要坐牢 其实是有牺牲的 也不是全面去否定被捕 但是问题是 你在香港这个环境里面 被捕已经不能够再作为一个感召 或者令到更加多人觉得民愤 或者你这样都做得出啊 如果香港人是可以被预散革命就这么圆 可以接受这些文情报告的 那你被捕是什么呢 如果被捕你整个遇上革命 过千 对啊 就是你看看民情报告 他都说有九百多人被捕了 那你还出了一个这样的文 他出这个status 除了刚才Christine都挥了手 告诉你 他那种内心的取态是什么 那种态度就是 你不要忘记我啊 这位村长 大家记得你 记得你阻振着人冲 村民不是这么想的 好想记得 他应该是想要那些村民 大家坐在一起被捕 你就是 就是出这个揮手 原因是 喂他知道这件事 那么多人 警察那么多去找回 所谓的邀请 预约去拘捕他们的 明报有一堆名单 苹果有一堆名单 在这件事没有去捕 他知道自己没有去捕 那么 立即说 喂 今次没有召唤我 原因是什么呢 说得很清楚原因给你们听 还要加上 刚才说 因为说得很清楚原因给你们听 他就是跟你说他接被人拉业 至今我仍未收到电话 原因是 今宗清场前夕 我以 因为涉嫌 涉嫌 出席 未经批准集劫 还有煽动参与 未经批准集结 我已经被捕过了 我已经 说真的 要告诉你们 你现在只不过打电话 预约 别人的拘留也拘留了 有些学生前线四眼哥哥 那些都拘留了 对不对 如果你被捕 已经不能够为你添光环 你现在可能 没有了 你要上了 如果你这样 你要争取刑期 可能遲些他就 就是 要为了欠光环 你光环 就是光环通常 在头上 那这些笨匪 就要加个裤子 你明白吗? 那不是光环 那些笨匪加个裤子 那是什么 笨匪加个裤子 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 不明白吗? 那这些上一辈的说话 你不明白吗? 那你解释一下 上一辈 我们下一节再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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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